第二章 得救是本福恩 也恩著信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伯役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女向我们所思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也恩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上帝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愿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女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从前门徒不知道上帝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没受割礼的 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 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药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上帝 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女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静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值这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上帝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 得已进到父面前 如今是上帝家里的人 这样 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女 是与圣徒同国 是上帝家里的人了 并且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防割石 各防靠他联络得合适 漸漸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上帝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在下午后 第五次 第五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